哲学到底能给到我们什么 或者说哲学对于除了哲学家以外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作为普通人我们有必要学一些哲学吗 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从人类历史上的哲学家那里学到一些 能够应付一切麻烦问题的类似于武林秘籍的东西 那我们可能要大失所望了 因为哲学从来不会给你确切的答案 但凡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都被排除在了哲学的范畴之外 它们变成了科学变成了心理学等等 纵观一下哲学的发展史 你会发现这些哲学家们一个接着一个前赴后继 他们的理论也如同海里的浪花 后浪推着前浪不断的前进 可以这样说哲学史便是人类当中的脑力巨人 犯下的一步谬误史 但是丝毫没有妨碍哲学的魅力 或者说这正是哲学的魅力 永远保持着对未知的好奇永远在寻找答案 那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能够像哲学家那样 终其一生投入到一个命题里进行研究 或者去把零零总总的哲学思想记下来 最后演变成了对事实的无意识的积累 比如哲学家的名字 日期 作用名和他们的著名的思想 这样也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能够让你在茶余饭后多一些谈资 好彰显自己有些文化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哲学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 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也就是分析问题的工具 我们处理问题的传统 历来是有方法 但是没有方法论 比如认识论 逻辑 这些都是我们的弱项 我们都有所触及 但是基本上都不展开 比如墨家发展过逻辑 但最终也被人定位为奇迹银巧 所以最终我们的思想归宿 基本都流于体悟感觉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处境 方法贵在实用 它能处理眼下的某个问题 但是方法论会上升到一个普世的理论 一是它有利于方法论自身的发展 二是它能够给你 立定一个标准 去处理更多的个别问题 孔子说 物道一以贯之 它那个道一以贯之是怎么贯的 它不说 反正你自己去体会 我讲那么多话 你可以看出 里面有一个道在贯穿 但是它怎么样贯穿的 在方法论上怎样来理解 那个没有办法说 只有你自己去体会 所以总是把方法论的问题 归结到一种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层面 这样就使我们的思维层次的发展 受到了阻碍 概言之 对于我们要忙于生计 疲于奔命的普通大众来说 我个人觉得 不必要去深究哲学 浅浅地学一下即可 一是我们没有深究的能力 也没有深究的时间 二是 即便有深究的能力 它也不会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因为哲学就是没有答案 它并不能给你 立竿见影地 带来什么生活上的转变 也不会让你的精神体验更舒适 它甚至会给你带来 更多的迷茫和痛苦 它的最核心的价值是 它分析一切问题的方法 和它的反思精神 这种价值 胜过一切所谓的标准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